欢迎收看小熊 陪你教数学 前一集我们练习了指数率 然后利用数字去思考 它们指数跟次方 跟根号的关系 那我们这一集 用几个是非题来看你的 指数率有没有想正确 以下回答圈或差 第一个 已知更号A加更号B是5的话 A加B是不是25呢 那这个错 这个是国中就要知道的 因为更号A加更号B是5的话 你把它同平方 那更号A加更号B的平方 并不是A加B 是怎么样 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加2 这个这个嘛 所以它是A加B加2更号AB 这个2的X加2次 加2的Y加3次 会不会等于这个 不会 乘的才会 可以吗 那再来这个 2的X次加2的X次 会不会变成2的X加1次 下回离手 诶 这个是圈 你讲说 有这么东西吗 为什么 那这是2自己的特殊性 因为你加了两个之后 不是变成两倍吗 所以它变成是两倍的2的X次 那也就是2的一次的 乘上2的X次 就是2的X加1次 对不对 所以只有2才会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你有一个3的 比如说我3的X次 加3的X次 加3的X次 那你也可以说它变成3的X加1次 因为它等于加了三个就乘一个3在前面 这样子 再来看这个 2的X加2次 乘上2的Y加3次 会不会变这个 不会 这个的答案是它 可以吗 再来 3的X次的Y次 会等于3的Y次的X次 对不对 这题的答案是圈 我们上一集就讲过好多次了 它会变成3的XY次 这个 对还错 那注意 它的次方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能合并起来 而且就算和次方一样 假如说都是X加2次 那合并起来是6的X加2次 也不会是长这样子 这个勒 这对还错 下我离手 答案是错的 它是2的 X次加X次是2X次 不是X平方次 这个 这两题可以一起看 你可以按个暂停 把这两题打完 好的 那么答案就是说 其实是说 如果2的这么多次 4乘2的这么多次 会等于12的话 代表怎么样 X加2 再加上X加3 会等于12 就是2X加5等于12 所以这是错的啦 你如果要它乘起来 你变成要是2的X加2次 又2的X 又这个X加3次 所以这不对的 那上面这个更不对 它就是乱写 乱写 没什么道理可言 看这两题 一样按暂停 自己把这两题写完 X加Y等于4的话 那么2X次乘2Y次 会不会等于2的16次呢 会不会等于16呢 它是2的X加Y次 也就是2的4次 是16没错 这个的话就不对 再来 如果已经知道 A的X加2次 会等于B的X加2次 问你A等于B 对不对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 这个陷阱吧 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说 你是说 A的4次 等于B的4次 那A会等于B 对不对 那 那这个答案是不见得对 因为它 在偶数次的时候 可能是负的 对不对 在偶数次的时候 可能是负的 所以就不见得对 可是如果你是说 A的 这个 2X次 会等于B的 2X次 那你说这样子 这个 A会不会等于B 那答案是会 因为我们 允许 位置数放到次方上的时候 所谓的指数函数 就规定了 底数不能是负的 也就是说 这个情况下 A一定就是要等于B 要不然没有办法写成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对的 可以吗 下面这个 3的X加一次的平方 如果等于3的Y次 这对不对 按个暂停自己写 看 那么它会变成是 乘进来 所以是2X加2才等于Y 那如果是这样子 会不会等于这个呢 答案是 会哦 也就是说 你可以先平方再 X加一次 那9的4次 有没有等于3的16次呢 注意 9的4次是 9是3平方嘛 3平方的4次 其实是3的8次 所以这个是错的 关于这个指数或次方的计算 我们可以来看这一题 如果是同底数比次方大小 这个大概大家都知道 我们来看一下 不同底数的 可以怎么做 那我们可以把它 画成指数来 方式来写 它是5的3分之一次 然后这个是8的4分之一次 这个是23的6分之一次 那因为它的底数 没有办法都换成 同一个数字的次方 比如说4 8 16 这样 它不是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数字 同时都12次 那它会变成 也就是说 A的12次是 那是5的4次 然后B的12次是 8的3次 然后C的12次是 23的平方 23的平方 有没有记它是多少呢 这个 没有记 你可以现场到 乘法公式乘 它是529 8的3次是512 8的3次是512 5的4次是25平方 是625 那所以说以数字 以12次来看是这个比较大 那所以再开12次 那所以再开12次 跟它回来 是这个A 大于C 大于B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题 大概在所有的教科书上面 你都会看到这一题 那我觉得它出的不错 所以它是很值得交的问题 首先我们观察一下 我们要怎么去做它 感觉好像很不容易想到 其实它是有机可循的 首先你会看到 X被除到底下去了 有没有 X被当成分母了 那我们要怎么样 才可以把次方跑去变分母呢 还有印象吗 它在这一题的第一个要使用到的姿势 所以大家可以在你的笔记本上面写下 A的N次 如果是B的M次的话 就可以怎么样 变成A会等于B的N分之M次 所以透过这样就可以把次方弄下去 对不对 然后你又看到了 这里有没有一个减号 就是加减这件事情 我们要怎么让次方的东西去加减呢 加减就是透过乘除 对不对 然后现在这里呢 最后这里就是利用这个 2乘5会等于10的这件事情 所以呢 当然啦 还是需要一些经验 或者是你就是很聪明 试一试就发现 这条路可以走 因为2的2X次会等于10的Z次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2是10的2X分之Z次 同样的 因为5的-3Y次会等于10的Z次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5会是10的-3Y分之Z次 可以吗 我们把负号写前面 然后就是利用这件事情 2乘5是10 也就是说 10的2X分之Z次 乘以10的-3Y分之Z次 会是10的一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1号2X分之Z -3Y分之Z 会等于1 那仔细回顾一下题目 好像还差一点什么 所以接下来要怎么做 其实很多人卡在这里 那 看起来好像是把他的3跟2 怎么样搬来搬去 其实他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同乘以6 等号两侧同乘6 所以就变成是 X分之3Z -Y分之2Z 等于6 那6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题的答案 2的X次等于9 然后3的Y次等于16的话 求这个X乘Y会是多少 那在这里呢 其实他有很多很多的做法 我们可以随意的挑一种 首先我可以把这个 如果2的X等于9的话 那3会是用2的次方来表示 所以你会发现怎么样 2的两边同开根号是2分之X次等于3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把它带入这里 你就会得到 2的2分之X次 然后Y次 会等于16 也就是说 2的2分之XY次 会等于2的4次 所以X乘2 所以X乘2分之XY会等于4 XY会等于8 这是这一题的答案 可以吗 那同样的道理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 把3这边换成2的 因为3的Y次等于16 16是2的4次 所以同开4次更好 3的4分之Y次 就是2 然后带进去这个 2的X次等于9 所以你就会得到 3的4分之Y次的 X次等于9 所以 因为4分之XY等于2 XY等于8 或者他也有 有这样子的做法 说3的Y次等于16 16是2的4次 因为2的X次是9 所以2是9的X分之1次 所以把它带入 所以它是 9的X分之1次的4次 就是9的X分之4次 可以吗 那它就会是3的X分之8次 因为3平方 在X分之4次 就是3的X分之8 至于是你就有 Y等于X分之8 所以得到XY等于8 用不同的角度去做 它有很多种做法 好的 那我们这集上到这里